前總統馬英九 2023年訪中記組 國台辦主任宋濤特別陪同 睽違一年後 馬前總統將再度訪問中國 應大陸方面邀請 馬前總統將於4月1號至11號 訪問中國大陸廣東 陝西 京 會率領大九學堂的學員一起前往 參訪中華文化歷史景點與企業 同時也會出席繼皇帝陵祭典 江率領超過20人訪問團 搶在520賴清德上任前訪中 難不成想當榮兵先鋒 去年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推動這個台灣的同學到大陸去訪問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殊的 那個時間點上的考量 國台辦熱情歡迎馬英九先生 率團來訪 而這回將造訪北京的馬前總統 念資再資的是他 習近平 所以你覺得你能相信他們嗎 對於距離相關的關係 你必須要 外界更好奇難道這回可能重現 繼2015年新加坡馬席二次會 他們有什麼樣的安排 什麼樣的接待 我們都各嘴主編 有這樣子的卸任元首 其實對台灣來講 不僅是傷害我們的情感 馬英九所作所為 是讓人家看不起的 做一個國家的前元首 可以吞下中國稱他馬先生 讓中國好好的用一個中國 來對全世界宣傳 會不會見面 我相信中國那邊還在考慮 他們的見面可能性不是沒有 但我認為機會並沒有想像中的大力 到底有沒有馬席二會 馬伴表示一別近九年 希望能再與老朋友碰面 但一切尊重中方安排 最近我黃軒林玉成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